有聽到聲音了嗎 大家好 哈囉 哪比看到了歐陽娜娜 歐陽圓圓的什麼 哈囉哈囉 哇已經有1.2萬個人了 好我來講一下今天是來 為什麼要來做這個直播 其實呢我們是做一個公益活動就是這個 今天要來畫狗狗 有一個任務就是把這隻花花畫出來 然後希望這個直播結束之後呢 可以有主人可以領養他 帶他回家然後給他很溫暖的愛 那雖然呢我自己從小畫畫 但是 不是那麼擅長畫狗狗或畫人 所以還是 會努力把它畫出來的 可能多寫一些字吧 然後要講一下今天 粉絲們所有 就是給出的打賞啊 或是禮物都會 都會就是給這個 北京領養日這個機構呢 去給這些沒有食物吃的狗狗 狗糧 所以你們今天的所有打賞和禮物都會 就是募款給這個機構 然後去給這些沒有食物吃的狗狗們 所以我自己家裡也是有養狗 所以我的粉絲們知道的話 就是我家的狗叫Honey 對 他自己也是一隻流浪狗 流浪狗其實都是非常需要大家的愛 因為他們其實 可能受過很多的 欺負也好 或是有一段時間都沒有飯吃 所以他們都是很可愛的 所以希望有一些朋友如果有想養狗啊 或是家裡要添一隻小夥伴的話 希望你們可以用領養的方式 或是怎麼樣就是代替購買 這樣子狗狗可能會更開心吧 對 其實領養的狗狗都很可愛的 就不用管品種啊什麼的 其實 對 我現在來開始畫好了 哇有個人送了跑車謝謝你 因為你的所有募款都會給個購買狗糧 我其實蠻緊張 我不知道該怎麼畫 我可不可以就畫個頭就好了 因為我實在是不會畫這個身體 這隻狗叫花花 牠是一個女生兩歲了 然後也已經絕育 這個很重要 對 所以希望我今天畫的不用 不會就是太糟糕 讓有人會希望可以領養牠 對 我看看 想看我畫畫 千萬不要太期待 好 我可不可以多畫幾次 如果畫不好的話就 嗯 就再畫一次之類的 怎麼辦 好吧 因為我那天畫的時候 因為你看花花它其實身上有很多黑色 然後白色這樣 就我的化妝師姐姐說會不會畫成一頭牛 希望我可以畫得像花花這麼可愛 好 那先畫個頭好了 哈哈 我怎麼覺得我下筆已經就挺錯誤的了 然後我覺得 嗯 這個 好畫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個怎麼講 這個直播可能會比較專注在畫畫上面 所以我先我也播一點歌給你們聽 好吧 那要播什麼歌呢 其實最近我出了一張新專輯 是 跟迪士尼合作的 我播小小聲的在旁邊 好 好 我願意重畫一張 這張絲 太壞了太糟了 我真的不可以 那個 那個 破壞花花的姐姐姐 這麼可愛的臉 有沒有鉛筆啊 不要給我個支原子筆 看看大家說什麼 太殘染了 為什麼 哇已經有四十多萬個人了 那我再講一下今天其實我們的任務呢 就是 在這個北京領養日這個機構呢 讓大家就是 可以把花花帶回家 然後我就要來 完成這個任務就是把花花畫出來 好 加油 我 很認真 我想要把它畫好 我很害怕 我又不知道當初怎麼會 答應要畫畫這件事情 加油 有人叫我加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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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很黏人的 因為它也是流浪狗 然後當時 被我姐姐從那個 加油站 就撿到 所以 就是 其實流浪狗都會很黏人 吧 因為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像我們家的狗 就有一些疤痕 啊到現在還沒辦法復原 就是當時 可能被別的狗狗欺負 好 我一天把花花花成斗雞眼 像我們家從小其實養挺多狗的 就是也養過貓咪 然後我們家比較算是個有點像動物之家吧 因為我們養過鳥到現在還有烏龜 然後還養過什麼 養過小倉鼠 就我們一家人還挺愛養寵物 最近養了一隻貓也是在我們家樓下撿到的 然後那隻貓的個性特別不像貓 因為特別特別黏人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畫的怎麼樣 要怎麼把鏡頭轉 看看怎麼轉鏡頭 好我不會那我只好這樣 這應該呢 我畫的特別糟糕 但是對但是有一點點像吧 沒有那麼不像對吧 嗯是蠻像的是吧 好沒關係我們繼續努力好吧 哎呀 烏龜東東竟竟然降臨直播間了 東東 悶悶的想死你了 我現在在很糟糕的畫一隻狗 因為我畫的太不好看了 花花你看他其實長得特別可愛 然後我畫的現在特別糟糕 但是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 嗯只要有人願意領養他 我們今天的任務就已經算達成了好不好 好那東東既然你來了要不要送點禮物給我們呢 因為我們今天的禮物都是 呃 都是會就是給這個機構讓他們買狗糧 給一些沒有狗糧吃的那個小狗狗們 烏龜東還在嗎 想你喔 好 我大概現在換完了他的眼睛的部分 然後我要再上色一下他的耳朵的部分 也很久沒跟東東見面了 其實東東的狗狗也都是 有一隻狗狗 也是就是拍戲的時候領養的嘛 所以烏龜東也特別愛狗狗 好我記得當時 有另外一隻特別可愛的灰姬 灰姬呢就是 在我們拍上先生的時候 天天都跟著東東 所以我算是跟灰姬還挺熟的 雖然他 對我可能沒有太多印象吧 這個任務真的挺艱難的 只希望我畫完之後 可以 成功的把花花 帶到一個很好的家 不過好像說 這幅畫要送給他的主人耶 所以我 好我會努力把它畫得很可愛的 我畫的是比較卡通版的 我不能畫太寫實 好多人喔 卡得身無可戀嗎 我用的是WiFi 要不要我開流量 有人說網不好 你那裡卡嗎 不卡是吧 那可能是你那裡的網不太好 然後畫一下鼻子 我估計 東東已經 出了這個直播間了 但沒關係 有其他納體們陪伴我就好 我現在畫到鼻子的部分 我覺得他 沒有太太 太被我畫的不像了 還是有一點像的地方 好 然後有人問我說最近在幹嘛 那個我就可以來說一下 最近呢 其實也就是 剛剛 上一部電影 上一部電影剛剛 宣傳結束 跑了17個城市的路演 挺開心的 跟就是好朋友們一起 跑很多很多地方 然後跟同學們見面啊 什麼的 然後 等於說是那個 路演跑完之後就 開始 做專輯的宣傳了 所以這幾天就在拍雜誌啊 然後 做一些訪問 什麼的 然後 做完就是這些宣傳 一半的工作之後呢 就會 回 台北 做別的宣傳 台北的部分的宣傳工作 然後 之後就開始排練 練琴 然後開始要巡演了 因為巡演真的還 還 跑挺多城市 這次 跑12個城市 所以也算是有點突破吧 去年跑了9個城市 對 然後 大概是到9月中 都還在 跑路演 啊 不是 不是跑路演 那個 巡迴音樂會 然後呢 錄演 不是錄演 音樂會完結束 可能就 要開始 那個 鏡組拍 下一部戲了 對 我現在大概畫了一個 大體出來 我覺得 身體我就不畫了 我覺得我沒有把握畫好身體 但是我覺得還像 還蠻像的吧 就是它的那個 重點我都有畫到 我給大家畫了三個小腮紅 對在畫畫 嗯 新進來的朋友們 我現在 呃 在做這個 然後今天的直播任務呢 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把這隻花花羚羊到家裡面去 就不管這個主人都是 不管這個主人是誰 我都希望 就是 你能把花花的力量走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流浪狗都非常需要 得到很多的愛 和一個很好的家 那 所以我今天就是在畫 這隻小狗 花花 然後希望可以 把這隻狗 嗯 送到很好的家裡去 然後 今天的所有打賞 和 呃 禮物都會捐贈 就是給這個 北京領養日機構 然後讓他們 就是給小狗 狗糧們吃 狗糧們 給他們狗糧吃 這樣子 對 然後我畫好了 一個頭 小狗狗的頭 然後我要說 請 不要這個 一斤 哇謝謝你送的紅包 然后呢可能就是 如果有想要领养这只花花这只狗的话 就可以要联络这个沈建华 然后有他的微信号 你就可以去关注这样子 在这边可以截屏 然后等会也会把这个详细资讯 就是贴给大家 如果真的有人希望可以领养这只小狗狗的话 好 然后继续把这个 这幅号完成 好现在播这首歌呢是 呃我 我自己新专辑的Let it go 好 好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画到什么程度了 我画了一个这样子的 因为我其实不太会画狗狗 所以我就写写一些字什么的 有人说请你好好休息你的红血丝我们都看到了 没办法最近可能稍微忙一点 因为就是电影宣传完紧接的就是 就是那个专辑宣传对 过一阵子会好好休息一下的 对啊还有 哎呦 武力东又进来了 东东 对东东也是 嗯东东也是很善良的 都领养小狗狗 应该说捡到小狗狗 嗯 然后我想想看还要怎么写一些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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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是在旁邊做一些塗鴉 我哪裡可以看我直播多久了 17分鐘 那我已經畫完了怎麼辦 只好聊聊天了 對吧 還是我畫的比較簡單的關係 畫的有點不太像是嗎 有人說我畫的不太像 但是怎麼辦 就是我繪畫的那個 這個 繪畫能力已經是極限了 但他用的是左手畫 不是要用的是右手 怎麼辦 蠻可愛的嗎 好 蠻可愛的就好 對 怎麼辦呢 那就跟你們大家聊聊天好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哎呀 東東送出了一個愛心 謝謝東東 因為我們今天所有的打賞啊 呃 跟那個禮物都會 就是給這個機構買狗糧 哇 那個味道 有人說唱蜜語嗎 我可以播蜜語給大家聽 那我再來多做筷子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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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他畫一個那個喔 我看著你的眼睛 我聽見你的心音 還是很熟悉 我做的短題 看著筷子筆的聲音 我還在畫 我在給他畫他的那個小領結 我搭過雨後 到底腳腳 經過你的半徑 這個不要吹 這是我的小超 我妹妹在旁邊 這隻是小超 這隻是小超 我妹妹在旁邊給大家看 因為要注意一下要講什麼 這隻就是花花啦 她是一個小女生 因為我在幹嘛 我現在是在畫這隻小狗狗 然後希望這隻小狗狗能被領養出去 然後這個筆給我一下 哇 東東看到 東東一直在送東西 謝謝我們的陳水東先生 那麼支持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 因為這個活動其實我覺得還挺有意義的 就是幫助小流浪狗 然後希望牠們能被收養 其實我覺得真的有時候不用去購買狗 更好的真的是去領養狗狗 因為牠們都非常需要很多的愛 我還可以塗色 我還可以塗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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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更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把花花領養 就是因為這是我們今天的一個大目標 希望可以有人可以好心的人可以領養我們的花花 好久不見 青春的勇氣 這不是車欸 哇 東東送的車嗎 太太謝謝東東了 東東真的是 那么大 看看哦 要谢谢 我们要让花花谢谢一下东东哥哥 谢谢东东哥哥 有无虑与痴心是你 吹开涟漪 阿宝带放的秘密 快乐化解了过 受不得错过你 快乐化解了过的秘密 哇好棒哦今天 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 花一点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特别好 然后像我这狗活真的是需要我们的陪伴 有人说我画的很可爱吗 谢谢谢谢你的这个鼓励 因为我其实挺需要鼓励的 我自己觉得 对因为我画的是这种 怎么讲 小漫画狗狗 对漫画版 眼睛画大一点 眼睛画大一点吗 可以了 这样可以很可爱 现在在给它上色 弟弟可以出现 现在虽然很邋遢 但你可以跟大家say hi 希望大家可以领养花花 希望大家可以领养花花 嗯 蛤 对 然后 对 谢谢东东 对真的谢谢东东 东东 送了好多礼物 这些礼物 送了一餐大 对 这些礼物都会 嗯 就是给到这个机构 让他们买狗粮 对有人说他的狗狗是领养的 领养的狗狗都很可爱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购买 好棒喔 把眼睛画的大一点 啊 有人送出一个这个大 蜂蜂蜂蜂蜂蜂 啊 看到陈雷东送出小樱花 太感谢了 我现在在画这个 小狗狗的眼睛 有没有粉红色的 有 粉红色 胡黑对 哇 陈雷东已经变了No.1 哇 东东送一个超级大邮轮 唉 我的是有狗狗 不愧是我的好朋友 我请你 跟东东怎么认识的 跟东东是去年的时候一起拍了一个连续剧 然后 就这么认识了 然后武力东也很照顾我 然后他最近刚过完生日嘛 所以 别祝东东生日快乐 贝皮肤 对 东东 谢谢东东 因为东东今天 所有送的礼物都会 给这个机构 然后让这个机构去 给大家送狗粮 弟弟 你这个粉红色也太粉了吧 没关系 好帅 好帅 我最无忧无虑 一起深深迷 吹开灵溺 汉堡袋 放弹的秘密 吹开灵溺 接了过 就不会 错过你 可以给你送的 汽车的勇气 又有一个跑车了 我表姐也在看 谢谢东东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再来 现在他的加工给他们上点色 然后再来 你透露的来临 才见而过的东西 提醒所有甜蜜 余久留心虚的心愿 都关于你 我唱着无忧无虑 一次心是你 吹开脸翼 漢堡台風的秘密 快樂花結了過手的錯誤 哇看到我表姐在看這個直播 感謝表姐 我的表姐呢也是對狗狗的熱愛非常的深 他們家本來只有兩隻狗 然後到現在呢有四隻狗 因為真的每天下樓都會有很多小流浪狗 需要我們的幫助 我不要的是什麼 是一隻可愛的小花花狗狗 好 怎麼領養 這裡呢其實有領養的資訊 等會要PO到微博上面 然後希望你可以把花花領養回去 我現在在做最後的這個 完成這個畫的一個最後步驟 就塗一點色這樣子 好 最後完成是這樣 這是一個小學 小學一年級的圖畫的那個 水準 它可以吧 反正這幅畫呢 是會送給以後未來花花的這個 主人 那我在下面簽個名 然後寫個日期 然後我覺得養狗狗都是需要慎重考慮 然後也是需要去負責任的 因為養狗狗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的 它可能不會陪伴你一生 但是你的一生 它可能不會陪伴你一生 但它的一生 都會是只有你 所以 就算領養它了也是要好好對它 對 是要一個很負責任 然後思考好的一件事情 今天是7月15號 好 就是今天完成的畫畫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去領養花花 不管是哪一位主人 那我們後續也會把聯絡資訊呢 放在微博上面 如果想要領養花花的話 就可以聯絡這個人 然後加他的微信 然後跟他聊 那最後呢 再來說次今天的任務就是 希望可以找到花花的主人 然後所有粉絲 包括東東大家 打的賞 然後禮物都會給到這個 北京領養日這個機構 然後讓他們購買狗糧 那希望你們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最後感謝大家 希望我今天這個直播呢 能給花花找到一個很棒很棒的主人 好 謝謝大家 等會微博見 大家掰掰 哇 謝謝最後送出這個love的這個人 好 謝謝 大家晚安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北京領養日 他們那邊一定有更多更多 需要幫助狗狗的一些 謝謝 謝謝 謝謝